当我们迈向2025年的门槛时,我们正站在人类意识深刻转变的边缘。 这股变革浪潮,深深植根于多洛雷斯·坎农的教导中,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过渡,而是社会和我们存在本质的一次蜕变。 当我们航行在这个关键时刻,坎农对人类意识和量子物理的深刻见解指引着我们,在变革之海中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的灯塔。 这里是意识觉醒,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 在我们探索的核心是量子物理学与人类意识的交汇点,这是科学与灵性相遇的地方。 坎农的见解阐明了观察者效应和量子纠缠,揭示他们不仅仅是抽象的科学理论,而是我们存在的基础。 想象一个世界,在那里你的意识不仅仅是被动的观察者,而是现实的主动塑造者。 每一个想法和意图都有改变存在进程的力量。 这就是坎农设想的世界,一个我们最内在的思想可以实现具体改变的世界。 当我们越来越接近2025年预期的转变时,这些概念不再只是理论思考,而是转变为我们集体意识可能飞跃的催化剂。 这不仅仅是时间上的改变,而是我们感知和互动方式的根本转变。 坎农的教导促使我们设想一个量子原理,超越实验室范畴,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社会,重塑我们对存在本身的理解。 随着我们接近2025年这个人类意识进化的关键年份,正如多洛雷斯·坎农所预见的,我们正经历着从3D意识向5D意识的转变。 这个重要的转变承诺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认知,提升全球意识。 坎农对这次进化性跨越的见解表明,这是一个从有限的自我驱动视角到扩展的心灵中心意识的旅程,这个过程重塑了我们对现实的理解。 坎农理论的核心是在集体意识影响下向不同版本地球转变的概念。 这个想法基于平行现实的信念,其中人类的集体思想和情感塑造我们所居住的世界。 例如,对和平与和谐的集体关注可以创造出反映这些品质的现实,而恐惧和消极则可能创造出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根据坎农的观点,个人和集体信念系统在塑造我们的经历和现实中的作用不可低估。 我们的个人和共享信念作为强大的变革推动者,塑造着我们的物质和形而上环境。 例如,拥抱与爱,同情和团结共鸣的信念可以带来我们彼此互动和感知世界方式的深刻转变。 相反,植根于分裂和冲突的信念可能导致动荡和不和谐的体验。 坎农还强调震动频率在这个意识进化过程中的重要性。 他建议,这些频率在塑造我们的现实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与更高的震动状态保持一致,这种状态的特征示爱、喜悦和感激等情绪可以带来更深刻和谐的存在。 这种对齐不仅是个人的努力,也是集体的努力。 每个人的震动转变都有助于提升全球意识。 在朝向新意识转变的旅程中,正如多洛雷斯、坎农所设想的, 越来越清楚的是,个人的行动和频率显著地塑造着我们所居住的地球版本。 这个概念强调,我们的日常选择、思想和情感是全球转变的强大催化剂。 我们的生活、思考和互动方式不仅仅是个人表达, 而是将我们与更高震动的地球对齐或将我们锚定在较低频率的强大工具。 作为积极改变的活生生的例子,是这种转变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全球范围内,有许多个人通过他们的行动和对积极改变的坚定承诺, 在他们的社区和更广泛的范围内产生了重大影响。 通过体现更高意识的原则,展示爱、同情和团结, 他们激励他人并催化转变的连依效应。 实际建议和日常练习对于与这次大转变的能量保持一致至关重要。 将冥想、正念和表达感激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可以提升我们的振动频率。 这些练习帮助我们保持与更高自我的连接, 在持续转变中培养平和与清晰。 它们作为锚点,使我们与坎农设想的新地球的频率保持一致。 我们集体积极行动的全球影响是重大且深远的。 每一个善举、理解的行为和团结的姿态都为全球转变的更大画卷做出贡献。 我们的个人选择为这个全球运动增添动力, 影响着人类的更广泛进化。 在这个转变时代,分享知识和经验至关重要。 通过分享我们的旅程、见解和理解, 我们邀请他人探索新的视角并拥抱转变。 这种分享行为是传播更高意识原则和激励他人加入旅程的强大工具。 最后,超越恐惧并拥抱爱事, 促进个人和集体意识转变的根本。 超越恐惧使我们能够实现我们的潜能 并与更高频率保持一致。 而拥抱爱则让我们向新的可能性开放, 加深我们的联系, 培养对我们星球进化至关重要的团结感。 在多罗雷斯、 坎农的教导领域中, 平行现实的概念为存在的无数可能性 打开了一个迷人的窗口。 他的见解, 加上曼德拉效应等现象, 表明我们的日常选择不仅仅是简单的行动, 它们是引导我们穿越潜在现实迷宫的方向标。 每个决定, 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潜意识的, 都推动我们进入于该选择性质相一致的现实, 展示了我们的主体性在塑造我们旅程中的深远影响。 坎农强调在导航这些现实时, 真实性和自我意识至关重要。 我们的真实自我是指引我们穿越这些量子意识转变的指南针, 诸如写日记和正念等练习不仅仅是反思练习, 而是通向更深层自我认知的途径。 它们是反映我们最深层真理的镜子, 帮助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与真实的自我保持一致。 在这个意识转变的时代, 这种对齐不是奢侈品, 而是必需品, 确保我们穿越这些转变现实的旅程始终忠于我们的核心本质。 正如坎农的工作所强调的, 社区在这个旅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一个充满积极意图和行动的社区的集体意识, 创造了一个强大的力量, 放大了个人努力的影响。 通过展示积极体现坎农原则的社区和团体, 我们可以看到集体意识在行动中的具体效果, 这证明了团结在促进重大变革中的力量。 最后,坎农的教导只因我们参与与我们的更高意识产生共鸣的活动。 追求与我们内在自我深深连接的活动, 对于精神成长和与更高频率保持一致是必不可少的。 无论是通过创造性表达与自然连接还是精神休息, 这些活动不仅仅是消遣, 它们是我们精神旅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们是我们连接更高自我, 引导我们的激情并与宇宙韵律和谐共处的途径。 随着我们为转变做准备, 重要的是要拥抱这些实践和概念, 理解我们采取的每一步都是我们集体进化这幅宏大画卷中的一笔。 坎农的教导位我们提供了工具和智慧, 使我们能够以优雅、理解和开放的心灵航行这个转变时代。 深入这种理解, 执根于坎农方法论的引导冥想和观想练习提供了一种转变的体验。 这些练习不仅仅是想象力的练习, 而是灵魂探索的工具, 让我们得以一亏我们的灵魂渴望跨越的路径。 引导冥想练习 受多罗雷斯, 坎农对人类心灵和精神探索的深刻间接启发。 我们现在准备通过引导冥想来应用它的教导。 这个旅程深深植根于坎农的方法论, 将是你个人探索它所阐明领域的机会。 当我们从理解转向实践时, 请记住这些步骤不仅仅是练习, 而是通向更深层自我意识和灵魂发现的途径。 让我们开始以找一个安静舒适的空间, 确保不会被打扰。 坐下或躺下, 轻轻闭上眼睛, 做几次深呼吸, 使自己平静下来。 二, 根植步骤。 想象从你脊椎底部延伸出根部, 将你锚定到地球核心。 感受当你与地球的稳定性连接时的知识能量, 将自己根植于当下时刻。 三, 内在圣索。 在你的心中想象一扇门, 通向你的内在圣索。 打开门, 走入反映你最内在平和的宁静空间。 这可能是一个茂盛的花园, 海滩或山间静修处。 花点时间探索并感受这个神圣场所的宁静。 此连接更高自我。 在这个圣索中, 想象其中心有一道光芒。 这道光代表着你的更高自我, 一个智慧和直觉的源泉。 接近它, 感受一种熟悉感和温暖。 问任何你可能有的问题, 或寻求关于你人生旅程的指引。 五, 探索潜在现实。 现在, 在更高自我的指引下, 想象从你的内在圣索延伸出不同的路径。 每条路径代表一个潜在的现实或你存在的一个方面。 走下其中一条路径, 观察展开的体验, 情绪和动静。 这是对你内在广阔性的象征性探索。 六, 整合。 当你返回你的内在圣索时, 感谢你的更高自我的指引。 关上你内在圣索的门, 带着从这次旅程获得的智慧回来。 逐渐意识到你的周围环境, 当你准备好时, 轻轻睁开眼睛。 这个引导冥想不仅仅是想象力的练习, 而是一个强大的灵魂探索工具, 让你得以归你的灵魂渴望跨越的路径。 拥抱这个转变的体验, 并将这些见解带入你的日常生活。 当我们通过多洛雷斯, 坎龙深邃教导的镜头来展望2025年后的地球时, 我们看到一个被集体意识转变所改变的世界。 这是一个人类已经拥抱更高震动存在的未来, 带来了重大的积极变化和进步。 这是一个与坎龙的预言产生共鸣的世界, 人类的集体思想和行动已经和谐一致, 创造了一个可持续发展、蓬勃发展的星球。 在这个转变的地球上, 有意识选择的影响显而易见。 每个个人和集体的决定都为塑造这个未来做出了贡献, 强调了意识在创造我们世界中的巨大力量。 这与关于转向更和谐版本地球的对话中的见解相一致。 在这里, 人类的集体积极选择已经显现出一个现实, 其中合作、和平和对所有生命形式的尊重是基本原则。 这个新地球最引人注目的方面之一是它所经历的环境和生态复兴。 与坎龙关于所有生命相互连接的观点一致, 人类的提升意识已经带来了解决环境挑战的创新解决方案。 自然栖息地得到恢复, 与自然和谐共处已成为常态。 这种生态复兴反映了我们对作为地球管理者角色的更深理解, 每个行动都考虑到其对地球的影响。 这个未来还见证了一个团结的全球社区的出现。 曾经玷污人类关系的分裂和冲突已经让位于一个合作、理解和相互尊重的世界。 这个全球社区是坎龙理想的实现, 共同为更大的利益而工作, 承认所有生命之间的相互联系。 在这个社会中, 波样性受到庆祝, 差异不再是分裂的源泉, 而是力量和团结的源泉。 要达到这种未来状态, 个人觉醒和成长的角色至关重要。 坎龙的教导倡导个人的自我发现之旅, 强调每个人的觉醒都为更大的全球转变做出贡献。 这些个人转变创造了涟漪效应, 积极影响着社会和地球。 这是一个每个人都认识到自己的潜力 和为集体进化做出贡献的责任的世界, 理解他们的内在成长对全球转变不可或缺。 在这个2025年后地球的愿景中, 人类生活的每个方面都反映出更高的意识。 这证明了集体意愿的力量和个人觉醒的深远影响。 当我们步入这个未来时, 我们带着塑造一个与这些理想相一致的世界的责任和特权, 一个多罗雷斯, 坎龙设想的和谐, 团结和无限潜力的世界。 当我们结束对这个即将到来的转变浪潮的探索时, 重要的是要反思我们已经开始的深刻旅程。 多罗雷斯, 坎龙的启发性教导已经引导我们穿越意识, 量子物理和社会可能的蜕变的景观。 他的见解不仅启发了我们, 还赋予我们力量去拥抱前方非凡的转变。 迈向2025年的旅程, 不仅仅是见证日历日期的改变, 而是参与集体意识的飞跃。 这是关于设想一个将量子原理应用于日常生活的社会, 培育一个我们的思想和意图积极塑造我们存在的世界。 当我们展望未来时, 让我们拥抱坎龙如此雄辩倡导的爱、团结和同情的原则。 让我们认识到我们与所有生命的相互联系, 以及我们在塑造一个可持续和谐的世界中的集体责任。 这个转变的旅程呼唤我们积极参与, 敦促我们觉醒到我们的真实潜能, 并为意识的进化做出积极贡献。 在拥抱这个旅程时, 请记住我们每个人都掌握着开启更光明、更觉醒的未来的钥匙。 我们做出的选择, 我们持有的信念和我们采取的行动, 都是我们集体命运这幅宏大画卷中的笔触。 让我们一起描绘一个与人类最高理想产生共鸣的未来, 一个每颗心都与宇宙的韵律同步跳动, 每个灵魂都闪耀着觉醒意识之光的世界。 如果你认为这个信息值得分享, 请将这个视频转发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你永远不知道这可能会如何积极地影响某人的生活。 在下方评论区告诉我们你的想法。 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个内容, 别忘了点赞, 这有助于更多人发现这个视频。 记住,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能产生巨大的影响。 你的支持不仅帮助我们继续创作, 更重要的是, 它帮助我们将这些可能改变生活的概念 传播给更多需要的人。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